在长白天晶的康普尼秘密实验室内 尼璐被击倒 但当真正拾起圣人头颅时 被启影响 激活了体内女真族的血脉 完成了觉醒 没想到实验中的尼璐只是一个替身 真正的尼璐趁乱又带走了圣人头颅 真正重整骁龙小队 再次追击尼璐曼德森 开始一段新的雪山传说 在地底的遗迹内 骁龙小队发现一处 拥有奇怪面具与壁画的地方 就当迷体解除之际 壁画内居然藏着四元空间 只有击败陆林 才可重新激活祭坛 回到地点 真正率领骁龙小队一路奔袭 终于在峡谷追上了逃逸的尼璐曼德森 受到重创的尼璐仍然负于顽抗 并唤起了长白守护者雪妹 眼看雪妹被骁龙小队击倒 绝境之际 尼璐竟然选择吸收圣人头颅的力量 获得了觉醒 你们必须彻底击败尼璐曼德森 阻止他再次逃脱 祝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